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Excel基础教学的第二版 那这一个单元里面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些比较进阶 也就是在资料的这个menu底下 常常用到的功能 包括下拉式的选单 怎么样建立这个表单 然后再来是资料排序、资料剖析 还有一些数学的运算的一些函数 统计用到的一些函数 好,我们接下来介绍新的功能 主要是来建构所谓的下拉式的选单 假设我们有班上的所有的班级姓名 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建立一个 比如我输入了学号姓名 我想知道的是男生、女生 我们每次要用输入的打字方法很麻烦 所以我们希望用一个下拉式的选单来在这里 那我们主要用到的是 在资料的这个menu底下 然后它有一个所谓的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的这一个栏位里面 所以当然在这个之前你要先输入你想要它输入的 比如就有男生、女生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先输入好 然后到最后利用这个选单里面 你要选的是它的这个清单 里面有一个内容 那验证的一个内容是清单 第二个就是它的来源 这来源我想大家怎么选应该会 所以它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看后面的范例 我们现在看一下怎么样建立下拉式选单的一个范例 假设我们把班上的学号姓名的这个资料打开 我希望在这边建立一个叫做性别 那通常我要输入这个里面 要输入一些男女的麻烦 所以我在这边先建立一个可以输入的一个部分 男女 输入进来了以后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里点下来以后 我们点这个在资料的这一个menu底下 选择一个叫做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以后 你们这边选择清单 清单以后 这边选择输入的内容 那我们把这里选择 选择清单后确定 确定了以后 那这边就会出现男女的一个选项出来 那你当全部选完了以后 你可以用Copy的动作 把它Copy在你所有的这个资料上面 那所有的资料里面都可以选择 它是男汉的 以后你在做资料输入上面 就会变得非常快 我们常常会使用到很多的资料 它是需要做排序的 比如说我们要对学号排序 或对姓名排序等等的方式 所以呢在Excel里面 它有提供了一个排序的功能 同样是在资料的这一个menu底下 有一个排序的动作 那所以我们的 它排序的动作很简单 就请你先选择AB 也就是你选择你要的栏位 那你要两个都选 它就会把这个每一个roll 都当作一组资料 同时的更改 所以选择什么排序 排序以后呢 因为你选择两个 所以它的heading上 也会有两个 要不然就是学校 要不然就是姓名 那原来我们这个学校的资料 应该就是由小 应该是由小到大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 把它变由大到小 全部都翻过来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做Ctrl Z 它会复原来 然后呢 当然你也可以用名字来排序 那你可以用A到Z 来排 假设你用A到Z 来排的话 它就会照中文的 应该是笔画 或者是这个 来排序 应该是照笔画来排序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选择 你做资料 资料的这个排序的一个部分 可以来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资料剖析的目的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 当我们有些Data 它的资料读进来的时候呢 它的格式没有被规划好 所以Excel呢 当把这些资料读进来以后 可能资料会变像在左边这样 那个很杂乱无章 所以它其实被分割的 它全部都在同一个栏位里面 没有被有效的分割 那我们希望经过资料剖析的这个功能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一个完整的栏位 所以这边就被好好的分割 所以本来在这里呢 它是没有被分割的 它是同一个栏位 全部放在一笔里面 那还好它是有用逗点分开 所以呢我们希望利用资料剖析方法 让它变成一个一个的有效的分开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我常常做到有关资料处理进来 它都不是我们期望的格式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样 利用资料剖析的这个功能 来帮助你把资料 从一个杂乱无章的一个资料 变成一个格式化好的一个资料这样 好我们来示范一下那个资料剖析的一个部分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档案 那它事实上这是一组资料 就是我们在做AI的时候一笔资料 那我们想看 仔细看一下它的所有的data 都是在第一栏位 你看到B的栏位里面全部都是空的 你发现到这些都是空的栏位 所以它一开始输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档案可能是被notepad 就是一般的text档所组成的 那它是用它的data分开的方式呢 是用data分开的方式 所以呢 那它输到Excel里面 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就看到所有的 让它资料变得完整 好那所以我们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先你请把这个上面的这个menu 改成这个资料 好那先你选择A这个栏位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你看在这边一个资料剖析 好资料剖析打开看出来 它会把它告诉你说 你要选择剖析资料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把它当作分隔符号 分隔符号的一个方式 所以基本上你想要分隔它 那你也可以选择固定的这个宽度 可是因为显然我们的资料 不是固定的宽度 好那所以我们按 我们使用分隔符号的方式按下一步 好那它分隔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可以用tab可以用分号可以逗点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 显然它是用逗点来做一个分隔 所以我选择逗点 我把tab关掉 好那你进去看里面的所有的data 它基本上就分割好 所以这边事实上存在它的档名 这边是它的一些资料内容 好这边做完了以后 当然你也可以多选其他的这个空格也没关系 好做下一步 下一步以后里面的主要是来选择你的data的资料形式 第一个显然是一个文字 好所以你把它改成文字 接下来你选择这个呢 它应该是数字 所以我们不管它 好这也是数字 这是数字 这个数字 那class呢 就可能可以是文字 假设我们是文字 那如果它是日期 你就会把它改成日期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 你看一下你所有的data 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完整的一个data 好那你就这一笔data 就变成有秩序的一个data的状况 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个 这个资料普及的一个式 好接下来介绍是我们长冲用到的数学 用到的这个三角函数 包括sin cos tangent arctangent arctangent 等等这些函数 当然你没有 你可以想到其他没有的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算得出来 不过这它只用的指令方式 就是用sin 然后给一个数字 好那比如sin π π这个刚好也是里面的一个function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个上面怎么使用 好所以我想这个我就不多介绍 那在插入函数里面 你也可以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就是有关于另外的一些数学运算的一些函数 你譬如说你会知道怎么做绝对值 我们通常就是abs 所以用abs 对数用load 自然对数用ln 那指数 那你通常指数就通常用一个所谓的这个 怎么样 这个尖的一个这个符号 那我想这个如果你会visual basic 人他们很久以前就是用这样子的做法 譬如说5的六次方也就是就写 5的六次方你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示 那exponential就是自然的指数 这个项目都不多介绍 桑数呢就是quotions 然后就是 算出譬如6除以4它的桑是多少 那余数用mod 这个mode这个地方 这个常常会使用 然后再来是阶层 阶层的英文叫factorial 所以它用fact number 5呢就是5阶层 也就是1乘2乘3乘到5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些是有关数字的处理的部分 譬如有最大供应数 最大功倍数等等 那它会用不同的一个函式 譬如说5和2的最大功倍数是多少 3和9的最大功倍数是多少 那我们常会讲到怎么去做四捨五入 那四捨五入的方式 那无条件捨去 其实用integer的意思 无条件即会用ard的方式 那在Microsoft里面 它的到某一个小数位点 都是用round的这个指令 所以譬如是个-1.475 2 表示第二位 第二位 然后以下呢 这个做四捨五入 所以你看-1.475 的话 这个5呢 它就会净位 它就会净位 因为它大于4 所以就是1.48 它会是这样去算 那有round down 就刚好是把它捨去的意思 那无条件进入 它是用随便run out 那这也是一般 在Excel里面常常用到的一些范例 那统计相关的指令就更多了 我们前面已经有试在 第一个Excel的简介里面就有用到 譬如加总 我们用sum 那在平均的部分 我们用average 这个 那标准差 我想各位未来学统计的时候 还是各位 这边其实会上统计 你们就应该是会上到 所谓standard deviation 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做 算标准差 那有条件 有条件的总和 那你可能大概知道说 怎么去计算这些数值 那random number 就是产生一个乱数 乱数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会在写程式的时候 也会用到 那区间的乱数 就是说在什么和什么之间 所产生的一个乱数 比如在1和9之间 产生的一些乱数的一个数值 那取得数字的一个正符号 也就是说我今天给你一个数值 我要知道它是正书或负书 所以呢 那譬如正复符 你就会知道它得到的一个就是负值 负的一个数值 这样 那作业还是一样 请同学呢 你可以用我原来 范例的班上的这个方式来做 你可以置第一组资料 或者用相同的资料 然后把刚刚有介绍的内容呢 包括下拉式的选单 资料的否析 那资料的排序等等 你可以都可以把它做来使用 那函数你也可以自己练习 那结果还是要传到这个爱学员里面 那在下周上课之前 请同学要负责把这个地方学好 好不好